那个副主委先来好吗 请原名会洪副主委 委员好 副主委你曾经担任过经监会的处长 所以对于这个赵林补助 这个部分奖励补助 这个部分非常清楚的 那么今天本论委员会邀请你们来 就今天的这个提案 补偿赵林回馈条例来进行打询 就派了一个副处长来 你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法案 当做一个重要的原住民的 不单单是经济 而是它的生存权的重要的一个法案 是委员这个我们会检讨 不是检讨啊 你们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吗 这是非常糟糕的状况 明明这个法案已经写了原住民保留地 我们今天就要谈原住民的相关权利 跟生存跟永续发展 才邀你们来 结果你们就派了一个副处长 如果原住民从原住民看到你们这样子的作为啊 真是情何以堪呢 请主委好吗 我刚刚听了几个对话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基本的观念 我觉得 第一个 你们现在的这个奖励赵林政策 这个补贴或者是补助啊 根本就没有想到原住民的生存 的权利 为什么一样的造领 一个山地 一个平地 它要变成两种补助的一个办法 为什么会这样啊 理由在哪里 理由对不对 够不够充分 我想这我们会检讨 什么说谈检讨出来 已经检讨了好几年了 好几个月了 您上任也三四个月了 从一开始 这个法案被提出的时候 我们就讨论过了 我就要求你们啊 赶紧进行检讨 包括刚刚所提的 这个国有林地非公用 那个要点 你们到现在也是 哪不出一个办法出来嘛 哪不出一个办法出来 那就获悉 你就让它一直这样子过去 这个不是办法呢 你们要认真的面对嘛 认真的面对 现在这个赵林奖励 这个按照刚刚高委员 高经委员所讲的 你们简直是把一个运动员啊 设限在一个区域 告诉他你只能在这里 但是又要求他 一定要拿四家奥运冠军 有这个道理吗 对不对 你不让他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给予辅助 让他有好的一个成绩 确实把他圈起来 然后又告诉他说 你一定要做出一个好的成绩出来 有这个道理吗 我们实在想不通耶 周伟 我希望你用新的思维 因为你才来 用新的思维 新的创意 来处理这个原住民的 补助的部分 好不好 好 李局长你也是一样 您在林务工作啊 做了非常久 不要那个本位主义啊 一直持续用那个理由 来说明 这个已经不是说明 是污蔑原住民啊 为台湾的三连 为台湾的整个环境生态 造就的成果耶 你们根本就是污蔑耶 不要再用 台北看天下的这个模式啊 来处理他 不会有污蔑 我们是非常尊重演出民 是啊 但是你们一直没有 没有办法解决吗 你们现在最起码呢 我是建议的啊 因为 我也听到了党团的建议 那我们也谢谢民进党 几位委员啊 这个张一直言 他们真的是从心里发出 这样的一个知识 那么今天你们呃 有个计划 原来是要把一公顷六六十万元 提高到九九十五万元 这个计划嘛 对对 但是你说到了行政院 三次被退回来 然后你们今天还跟我说 还要再送到行政院 一样被退了 你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比如说你现在 那个主委你后面写了四个啊 四个可能的 这个款项的来源 你们应该在这里来努力嘛 这四项 四款 对还有刚刚 主机处 副主机长也在这个地方 是 希望在裁员 可以大家一起来 共同完成这件事情 的条件之下 我们愿意来推动 或者 刚刚有一个委员已经跟您提了 就是在一个月之内提出方案 我也要求 一个月之内提出方案 你们不要再拖延 好不好 一个月之内做出方案 不管有几个方案 我们来讨论嘛 这个混农林业的部分 跟这个基金的这个我们用什么方式呢 来筹筹到足够的这个裁员 我们会提出报告 对 我刚刚算了 你们如果哈 二十年 都几万 现在现在补助几万 二十年六十万 六十万 那一年 第一年十二万 第二年到第六年是四万 第七年开始是两万 所以合计六十万 现在原住民虽然住在山上 他要缴电费 要缴健保费 要缴国民年金 要缴什么学费 一堆的钱 你那么一杯水车薪 一点点的这个补助款 他怎么生活 怎么生存 你要这样 用同理心来看这个事情 不要一直压抑压制 我们原住民说 反正你们就给我中就对了 又不给予适当的一个补助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 好不好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